各位好 今天要分享的資訊 是一家在紐約阿伯德爾的 法式可麗餅專門店 阿伯德爾這個社區 緊鄰北塞 也有很多韓國移民 今天要探訪的這家店 店主也是韓國人 所以問題就來了 韓國人做的法式可麗餅 到底好不好吃呢 就讓我來調查一下吧 這家名為Coffee Bench的店 就坐落在北方大道上 店家後面也有停車場 開車的朋友 也可以安心前來 造訪的當天 剛好是耶誕節的隔天 這天的天氣非常好 東洋暖暖的灑落 這是適合喝咖啡的炒飯 店內是採自助士點餐 要內用的話 要先去櫃檯拿菜單 選好後 再到櫃檯點餐 先來看看菜單有什麼 這家不愧是法式可麗餅的專門店 所以光是可麗餅的選擇 就有34種 主要分鹹跟甜兩大象 所以鹹的部分 一共有16種 甜的部分 則有18種 還有順道一提 這家還有賣類似台灣的綿綿冰喔 這家還有賣類似台灣的綿綿冰喔 面對這麼多選擇 一時間不知道選什麼好 這時候也不能來個成年人全部都要啊 而且 飲料類似乎有很多可以選 這是飲料單 除了一般會在咖啡店看到的咖啡品項之外 還會看到類似濃縮咖啡加上冰淇淋 或者是柳橙加上咖啡牛奶 這種甜點式的飲料 選擇的種類很豐富 在點了想要的可麗餅跟飲料之後 就在店裡四處拍攝 這家店看起來應該是家族市經營 基本上沒有服務人員 都是到櫃台取餐取外賣 終於輪到我取餐了 各位可以看看我到底點了什麼樣的可麗餅 這個可麗餅叫ham egg and cheese 就是雞蛋火腿跟起司加上青菜沙拉 蛋可以選擇是sunny side up或是全熟 這個是11號Cream Lover的椰蛋特別版 平時不是長這樣 但用料都是一樣的 趕緊來嘗一口鹹的火腿蛋可麗餅 這個餅皮是有水分的 不像台灣乾乾的那一種 火腿的鹹香加上清爽的蔬菜 搭配上中間的雞蛋 口感味道確實還不錯 試試看這個Cream Lover 想必在奶油的部分應該還不錯 果然奶油口感是厚實的 一般的奶油比較薄 一進口裡就化成水狀椅 但是這個奶油是需要你用舌頭 去把奶油給稍微壓一下這樣 甚至可以說是有一點口感的 奶香味又夠 然後這道大推 這杯飲料是茉莉花茶與牛奶的茉莉花奶茶 那個小熊成分是茉莉花茶 我有同趣 將牛奶倒入咖啡 慢慢的喝上一口 讓溫熱的咖啡 流到胃裡 心裡 然後發發呆 看看店裡的人 來來去去 時間在不經意間流逝 在溫暖的東洋裡 那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謝謝 descobindse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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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